生活在巴山熟水间 感受悠久的巴蜀文化 他认为是黄庭天作品当中最优秀的 来到大巴山深处 寻找流传民间的旷世世诗黑暗传 大巴山中的山区生活红红火火 品甘甜水果 感受果浓丰收的喜悦 已经有淡淡的甜味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大巴山 巴山熟水家乡情 正在播出 大巴山脉位于秦岭和汉水流域以南 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 特定的地理位置 是大巴山自古以来就成为南北民族迁徙往来和文化传播的通道 远方的家系列组在记录大巴山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在时时感受这里厚重的文化地域 大巴山的仙人们在此开荒兔兔 以劳作为荣 以收获为乐 耕耘着自己的家园 同时也创造出丰富而优秀的民间文化 在这里一部被很多文化专家誉为 哈民族创世史式的神话常诗黑暗传 一直在大巴山的民间流传着 我们来到神农家大酒湖草场边的上坝 寻找一位会场黑暗传的农民陈切松 这是一片萝卜地 你看这有好多拔出来的萝卜 然后我现在是要到这个萝卜地里面 来找陈老师 据说他现在正在烈日当空 抓紧时间拔萝卜 你好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的 然后今天 见到了陈老师 因为太好奇 《黑暗传》究竟是什么曲调 我们先请他唱上一段 那坏太夫人老 啊 靠门阵 那黑暗暗处是九夜五天 收几块琴十八 然后才把天地鲜 有意思有意思 我听了一些 然后听您唱那个歌词就更想看 还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吗 有有有有 要不是怎么着 我先帮您拔把萝卜 然后去您家看看 这个是吧 不然这样吧 现在真的是要拔萝卜是吗 有我们这一个车划到宇昌去的 陈老师与收购商约定 今天就要把萝卜送到宇昌 那他就坏了 坏了 拿出去就没人要了 所以我这个是赶时间把这些萝卜 好 行行 大酒壶土地肥沃 地广人稀 陈老师家里就承包着几十亩的农田 现在种着玉米 萝卜和一些家常蔬菜 为什么没用啊 但因为交通不便 把种的菜送到最近的城市去买 也需要相近一天的时间 对对对 那种也不中 也不中啊 其实在并不原始森林的神农家 有很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在大酒壶的上坝就有700多户人家 这里空气清新 风景融化 生活轻松舒适 让外来人心生羡慕 2008年这里通了水电 还建立一所小学 种蔬菜的东西都收了 就是这个玉米和土豆还没有收 那一年四季其实不同的地里 都有不同的收获 对对对 还有有时候像蔬菜有时候种两季嘛 就是玉米织种一季 就是一年种一次 这个小院还挺大的哈 每一寸土地都利用起来 那边还种着包裹呢 这个呢 这里面是为的小鱼嘛 还有鱼啊 就山上的野鱼 山上的鱼 然后就是放到自家来养是吧 山上满山沟里的就把它捉回来嘛 有小朋友 你好 爱人和儿子今天回女孩家了 这是 因为地里很融合 就请妹妹来帮她传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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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这些 这里面这就是 现在是 好 这是现在 但是我原来有一种那个武器本 现在没在家了 我看这个版本啊 就是好像是年代越来越久 这个是比较新的版本是吧 对对对 这个看着就是比较老的版本了 对对对 然后这是八六年的 嗯 然后剩下的这些就是一个个本子了 里面 这就是我自己抄的呢 嗯 是用手抄 手抄向的 这真是 这是您什么时候抄的呀 这个在十六七岁时候抄的 你看这个笔记本特别有意思 里面还贴着各种各样的画 然后这个好像是很久以前 你看这明星 很久以前才有的这种贴画 看这个里面贴着各种各样的 这个明星的贴画呢 就可以想象是个少年的笔记本 对对 但是看这里面的内容呢 不像一般的少年记的 都是港台的流行歌曲 这里面记的都是黑暗传的一些词 您那个时候就喜欢还是说 有这个传承的责任 觉得要去把记下来 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书读力不是太多 就有这种爱好嘛 我都喜欢去唱 但是唱到以后 就是有对手的以后 我唱不赢它的时候 我就到处去学 就学《黑暗传》 把《黑暗传》学好了 别人他都不敢和我唱 《黑暗传》是在手抄的唱本里发现的 搜集到的唱词有三万多行 从明末清初开始 他就在神农架地区的歌世界流传 但是我觉得在《黑暗传》里面深奥得很 因为是把它学圈的话 那是不容易的 但是就是像这本《黑暗传》 就是这本最后的 我也只唱到三分之一 平行记下来 我也只唱到三分之一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读书 因为外公就是当时有名的老歌诗 所以《黑暗传》唱本 就成了他最长方看的东西 加上天资聪颖 生得一副好嗓子 他十来岁就跟着外公 学了不少唱腔和唱词 不到二十岁就能唱三分之一的《黑暗传》 还曾经一个人唱败了七位 五十多岁的老歌诗 在这个《黑暗传》最早以前的就是讲 这个天地没分开 没有日语 天地混沌 天地没分开的时候 它这个里面的故事就是 山金水怪 就是最后修到成了人性的以后 在里面那些故事 他就把它唱出来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黑暗传》最早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我看到一本老本子上面 看到的时候 就是在周朝 周朝最后 过后的以后 在年轨上面有一部分 好像最处书的时候 还是在唐朝 2011年 陈老师成为《黑暗传》的省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大表性传承人 因为当地必会在家里唱《黑暗传》 所以我们跟着陈老师 一起到对面的山坡上 去好好唱一段 这个还带着什么呢 这就是唱《黑暗传》 在我们这个地方 乐器 十个月的时候都需要这些乐器 太好了 这比刚才那个在田间唱的设备更完美一些 陈老师这又在村子里面找来他的两名同伴 一块可以演奏《黑暗传》 然后在他的这个队友当中 还欣贴了一名 就是我 因为找不到其他人了 所以我临时上阵 但是他会教我应该怎么来弹奏这个 好在女人是可以参与演奏的 哎 这两个这个一叉的镜头 嗯 这个玩过来 哦哦 知道了 那就不掉了 哦 به 每时喧哗都必须能耐 当时乃在旧明月冬 黑暗那无有恩恶神 黑暗传歌词极具文采 陈老师唱的声情并茂 一语绵长 唱出了一个从来没有文字记载的 远古时代的影子 遥远神秘 那又是那样的传奇和文明 《黑暗传》描述了世界的形成 天体之初只是一团气体 一片混沌 弥漫在黑暗之中 开始没有水 后来出现了一个叫江湖的神人 才把水造出来 进一步又造出了海洋 山脉等等 三年多行的黑暗传就是这样在神农甲农民的歌声里 在这大山里千百年的流传着 黑暗传在神农甲发现绝非无然 厄西北一带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交汇的地方 也是楚文化和八文化的融合区 这是神农甲称为北纬三十度上少有的原始森林文化圈 而独特的地理环境更让这里称为黑暗传的地湖地 大巴山历经着沧桑变幻的岁月 人们用朴实的语言 寄述这方水土 表达着对自然与人生的认知 书写出了这部感天动地的神话史诗 大巴山中的山区生活红红火火 品甘甜水果 感受果浓丰收的喜悦 已经有淡淡的甜味了 生活在巴山熟水间感受悠久的巴蜀文化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大巴山 巴山熟水家乡情 正在播出 大巴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 雨量充沛日照充足 助力资源负极物展丰饶 近些年来 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的农民们 通过发展旅游业和特色农业 使得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甘宁镇有两张名片 第一是这里种植的玫瑰香城 品质高 产量大 已经成为知名的品牌 第二是坐落在这里的万州大瀑布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我们首先观赏了瀑布壮观的景色 这是万州大瀑布 它的宽度达到了150多米 从64米的高空倾泻而下 拍大家下面的水中 见起的浪花都有几米高 阳光投射在浪花之上 形成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虹 可以说场面真的是很壮观 我们身后这条河它叫做壤渡河 它是长江的一级之流 从我们这个位置顺流而下 再过十多公里 它就会汇入长江了 我们沿着布道来到河边 乘竹阀近距离游览瀑布 我想问一下 现在是它水量最大的季节吗 水量最大的时候 应该是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三个月的水流量是最大的 水量最大的时候的话 起码是这个的三倍吧 这个瀑布的话 它是天然形成的 上面它有一条青龙河 它是贯穿的有分水 山正 龙沙 甘林等 七个凳子的山水会流下来 铁而成的 导游郎宗勤是甘林镇本地人 家里距离瀑布的坝顶不远 他介绍说 瀑布的坝顶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平整的坝字 面积约有23个篮球场大小 哇 现在离这个瀑布越来越近了 我身后像是下起了雨 我稍微刚才转过来一下 脸上就那种又细又密的水珠 开在脸上非常的舒服 就像是在家里那个脸干了 喷那个保湿喷雾一样 天然的保湿喷雾 我们摄像机镜头都已经湿了 我来擦一下 可能这个地方不太好拍摄了 因为这个大瀑布一直在给我们摄像机镜头 做这个 喷这个保湿的喷雾 我们现在感觉整个人都就是 凉凉的 湿湿的 感觉很舒服 身处距离瀑布最近的地方 更能感受到它的壮观 瀑布从笔直的山体上飞泻而下 如玉龙飞舞 见起千朵银花 阳光照在跳跃的水花上 泛着晶莹透亮的光 为我们华竹法的染虫武也是本地人 得知我们的来意 兴奋和记者聊起家乡的瀑布 从染虫武的描述中我们已经能想象到 万洲瀑布水量最大是壮观的景象 其实万洲瀑布的美不仅在于能够远观 更在于在瀑布的水帘之后 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水帘洞 游客们可以走进洞中欣赏瀑布 由于长期这个水气很重 湿度很大 所以这个瀑布后面的植被长得非常的茂密 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一块地方 基本看不到岩石的颜色 全都是植被 另外就是站在这个水帘背后 看这个大瀑布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 这个瀑布会将水的力量放大 平时我们看到有的河流 它的水量非常的大 但是它缓缓流淌 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的柔情 但是现在我们看瀑布 真的觉得非常的汹涌 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没有一条河流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水 是从天而降的 每一条的河流 都是从一条条的小溪 汇入变成一条小河 而每一条小河 又会汇入一条大河 长江就由此而来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站在这个水汽当中 感受一下水的力量吧 像万洲瀑布这样 在瀑布下的山体上 自然形成崖洞的情况并不多见 因为有了这个巨大的崖洞 所以万洲瀑布也与其他瀑布不同 可以实现360度观赏 走到这个位置才发现 这个瀑布后面的崖洞非常的大 纵身有两三百米那么宽 比瀑布要宽得多 另外就是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 就距离瀑布的这个距离也是很远的 对 然后整个洞瀑的话 它是有整块的巨石构成 面积的话大概是有7900多个平方 其实我发现从你的这个表达当中 你对它是非常的爱的 对家乡的美景是非常的喜欢的 当然我是很热爱的 因为之前在外面打工 都是在外漂过 飞雨鸡香 因为有了万洲大瀑布 我可以回到我热爱的家乡继续工作 万洲真的没有以前做 但是毕竟还是家乡美 也就是在家 欣赏过万洲瀑布之后 我们跟随万洲区果树站副站长汪小伟 来到瀑布旁黑马村的一片果园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距离万洲大瀑布 最近的一片果园了 很清楚 瀑布就在眼前 瀑布下面的一个果园 刚才王政长说 在这边种果子特别幸福 都不用买票了 可以直接看瀑布 直接就可以欣赏瀑布的美景 那之所以这一片地方 特别适合种玫瑰香城 它这个地理的优势是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三峡库区 主要是万洲位核心的 三峡库区的气温 气温的海拔五边里下的地方 这个区域的话 它最冷月的气温 是日均温的话是六到十度 也就是这个温度的话 足够的冷凉 足够冷凉就造成这个 玫瑰香城的花青树的形成 又形成晚熟 二月 三月 四月成熟 除了当地的气候是以玫瑰香城生长 甘宁镇地处三峡库区 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和肥沃的土壤 都有利于玫瑰香城的种植 那个橘子皮的那个酸味已经出来了 哇 水还是挺多的 水都很多 你看 这个你看跟柠檬一样 对 打开像一个青柠檬 但是它水质 还是挺漂亮的这个颜色 水质啊 包括这个果肉啊 你看足够的形成了 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 已经有淡淡的甜味了 那还早 还早 不满意 那肯定还早 熟了以后它很细嫩的 细嫩花扎 皮保质多 有点玫瑰红 然后我们去有玫瑰香味 汪小伟告诉我们 距离我们不远的永圣村果园 能看到更多已经挂过的 玫瑰香城果树 跟随它 我们刚一走进果园 记者就有了新发现 这个上面结了好大的果子 不仅大 而且还很多 让他们看个镜头 快看 这一只上面 我数了它得有十五六个 十五六个 这一只 今后要长到半斤 那可是它们不会分营养吗 这一只里边它都 整个树里边 整个果树 它只要控制在一百斤 然后这个叶片跟果子的 这种比例合适的话 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玫瑰香城是从意大利 引种的塔罗科血成品种 属于晚熟柑菊 通常每年四月开始挂锅 四年二月才能采摘 我们拍摄时 正值玫瑰香城的果实庞大期 是水分快速增长的时期 那丰收的时候这个果园什么样子 丰收的时候 那个水果是玫瑰红的 去年的我手机上还有几个图片 有照片是吧 这个就是切开了的 你看里边是红的 果皮也是玫瑰红的 这么红吗 我之前是吃过这种雪橙的 但是没想到这里的雪橙这么红 万州玫瑰香城已经获得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汪小伟介绍 目前整个万州区种植玫瑰香城仅13万亩 2019年的总产量有8万吨左右 甘宁镇是万州的主要种植区 我们期待来年二月 这里的玫瑰香城迎来大丰收 虽然没有看到成熟的玫瑰香城 但是设置组了解到 在甘宁镇紧邻近长江边的二屯村 有一片四季果园 设置组攀设时 果园的水果已经成熟 设置组驱车来到这里 王大哥其实他们是兄妹 是兄妹四人 为什么要想着兄妹四人回乡 一起创业做这个果园呢 他当时是这样一个事情 当时就是我们这个村里面 14两行 旁边来开这个会 有人来留着我们的土地 我们一起旁边来开会了 他有那个我都跟我过商量 算了人家来租我们来租 当时我们在外面创业 觉得我们回家乡来 办点事情 还可以 刚刚也是我们的家乡 就是现在要扭转出来的话 我们怎么不弄过来 我们自己弄过来 把自己家乡搞得好一点 漂亮一点 那怎么就想着种水果呢 当时我来就问这个农卫 不方便的一些朋友 他说不能做 当时我这个人比较有点这样 我说人家的人成功 我怎么不成呢 性格倔强的王家福 2013年在万州城区 做旅游运输的时候 了解了火龙果 虽然当初他想种植火龙果的想法 遭到周围亲友的反对 但是凭这一股不服输的劲 他还是决定要种植这个 原本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水果 同时他还种植了脆红梨 贵妃琵琶 卧干和大雅干等水果 王家福带我们走进火龙果大棚 这个火龙果 这是什么了 这个是花了 花落了 应该是把这个花剪掉 剪掉 应该是 哪一年成功的 就16年嘛 我们15年摘下嘛 16年就试瓜过来 就在万州种植火龙果成功了 是吧 其实特好奇 做了哪些改变就成功了呢 要引到我们这个南方来的话 南方这个天气 它比较比北方的 天气比较潮湿 一般都到了10月份 11月份的样子 都要把这个棚蒙上 楼上的地面就铺一层稻草 保温嘛 保证有十几度 它就不会死掉 王家福介绍 当初他们一家做果园 就希望能够组成四季果园 每个月都有水果可以收获 他选择种植火龙果是因为 火龙果通常每年7月陆续成熟 有四五个月的成熟期可以采摘 这就保证了果园里 每个月都有新鲜水果可以收获 并进行出售 王家福带我们来到另一间大棚 那里正在采摘新一批成熟的火龙果 负责采摘的大姐 热情地递给记者一个 刚刚摘下的火龙果品尝 红秋和那个 它含的花青素比较高 我们刚才拍那个玫瑰香橙也有花青素是吧 王家福他们种植的是红芯火龙果 相比白芯火龙果 口感上会更甜一些 市场上 红芯火龙果的售价高于白芯火龙果 王家福介绍 这是由于红芯火龙果在种植和管户方面 都比白芯火龙果更复杂一些 而产量也低于白芯火龙果 正在这个分火龙果 多大的是好点的 斤吧 七八两的 刚才王大哥告诉我 您两位是夫妻 是吧 那从哪一年到这个果园开始工作 一年给多少 一年了 一年我两个的话 还是有两三万嘛 三万多嘛 两三万块钱 为了我们后人兼职负担的 还是 好 靠山吃山 如今越来越多二屯村的村民们 看到了家乡得天独厚 是以水果种植的自然条件 回乡创业和发展的人逐渐变多 这个长江之病的小山村 一年四季刮过飘香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果园村 生活在巴山熟水间 感受悠久的巴蜀文化 他认为是黄庭天作品当中最优秀的 层层叠叠 香气四溢 品尝传统美食万周格格 我已经来验口水了 麻辣鲜香 听起来就很诱人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大巴山 巴山熟水家乡情 正在播出 离开盖宁镇 我们前往四十多公里外的万周市区 万周是西南重镇 曾经与成都 重庆并称为成渝万 万周地处大巴山南路 与四川盆地的交接地带 因万川碧汇而得名 塔东临云阳县 南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以及湖北丽川市 西域中县和良品区接壤 北与开州区和四川开江县相邻 面积三千四百五十七平方公里 距离重庆主城区 约二百二十八公里 长江从西南入境 向东北横挂而过 把万周分为了江南和江北 万周既是江城 又是山城 它有着一千八百多年的建成历史 八楚文化和三峡文化交汇于此 李白 黄廷坚等历史名人 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在万周的市中心 依然保留着很多文武古迹 我们来到这个广场 是来寻找面前的这个了 杨老师说这叫西山碑 对 是吧 那这个碑为什么很有特点 您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 那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 这个西山碑的亭子 这个亭就是为了保护西山碑 这个亭修的时候 是在清代光绪年间 修了因为在那个西山碑 原来要去 它骗的人挺多的 就对碑文就产生了一定的破坏 所以说后来就专门修了这个护碑亭 这座处立在闹市区 古色古香的护碑亭 保护的就是当地重点的文物西山碑 西山碑上借助了北宋 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亭坚 游历西山史所作的散文西山提记 这篇文章后被提刻在岩石之上 后事就以西山碑来命名 所以当时黄亭坚来这的时候 应该也想不到现在这么高楼林 这么发达 不过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这个文章 来回忆一下当时西山的这个 当时这里的风景是怎么样的 我看到这个碑的章就写的是 当时对万州的风光洁尽赞美 对中国藩誉为海瑞瑞瑞 就这一幅 对 就这个 这幅作品被评为海内存是皇叔第一 也就是他认为是黄亭坚作品当中最优秀的 北宋时期黄亭坚贬观至现在的福林 后与朝廷大赦东归 陆经南谱也就是如今的重庆万州时 受太守高本仲之邀有西山 写下了西山提记 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西山碑 碑高一米 宽2.6米 文共173字 是黄亭坚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这就是黄亭坚当时他所出现的西山碑的原文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石碑 他的律史也有将近千年的律史 现在我们如果来看的话 重要的里面呢 您解释一下 这句话也是说 因为黄亭坚曾经在宜兵 那边他也住过 宜兵那一块到乌侠 这一段距离中间的这个美举呢 就是万州这边最好 唐宋时期 西山有众多的文人木客 在这里吟诗留记 因为传说李白曾经到访 西山后来又被称为太白岩 至今在万州 还有太白鹿 白岩鹿等地名 黄亭坚的西山提记 不但是有着很高艺术性的散文 也是一幅书法价值很高的经典之作 因此历史上西山碑也屡被踏阴 表面一部分的字迹 已经模糊不清 为保护碑文 在西山碑的对面墙上 人们悬挂了一幅 与圆碑等比例的踏片 黄亭坚那个西山提记 那么在民意前不是很出名 那么清代的时候 曾国藩的学生冯仲淮 到万州来做自宪以后 他看见了这个西山提记 于是就把他的踏片 就送给了他的老师 曾国藩 由于这个西山提记 他的名气逐渐地逐渐地 他就大了 凡是要到进京去 进考的这些学生 他就要来踏 那个黄亭坚的西山提记 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 对 西山碑保留了黄体行书真迹 从书法上来看 碑文自己苍净有力 气势十足 是黄体风格形成后的一次 充分战事 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利息 从护杯亭出来 在西山碑旁边 还有一座北宋年间的刘碑池 是当时文人雅士们 喝酒一世的地方 这就是刘碑池了 在过去池中会住满泉水 周围坐着文人雅士 杯中真满美酒 杯子飘到水那里 谁就要饮酒赋诗 通过黄亭坚的文章 让我们了解到早在南宋时期 万州的生活就是外地人所向往的 所以像黄廷坚那样 带上一份好心情 带上一些诗情画意来到万州 创作的灵感就会源源不断 地处大巴山区的万州 自古就是水路交通的洋冲 山谷云集 烟火繁盛 这里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 别具特色 在川菜的三档牛排当中 万州菜属于夏河邦氛围 万州格格是一种传统小吃 称得上是万州美食的一张名片 我们前往市区里家老四号 来品尝这种酒富盛名的美味 眼前这些堆得高高 冒着热气 还没有巴掌大的小蒸笼 就是万州知名的美食格格 其实说实话我还没有打开 这个蒸汽里面 就带着这个香辣的味道 已经出来了 真的是很香的 看一下格格是什么 这就是羊肉 有点烫 有点烫 看到了吗 香香 这就是格格 上面一层是肉是吧 上面一层是肉 看起来有点像本蒸肉 它就是那种本蒸的食事 只是说它有装的器皿 叫格格 格格装起来叫格格格 叫格格格这个名字就很可爱 我觉得和这边重庆啊成都的这个方言很有关系 对 吃串串啊 数千千啊 我们上次吃串串啊 然后说 帮我说千千 那吃格格用当地话怎么说 给这儿 给一根 给这儿 格格是万州当地一对小蒸笼的称呼 因为食材放在里面蒸熟 所以用格格来命名 这种蒸笼的特点是尺寸很小 材质使用的是当地出产 韧性极好的南竹 水竹等 这样蒸出来的食物会带有竹子的清香 好香啊 我已经闻到了重庆的辣椒的味道 真的 它比较润 嗯 口味它是什么 它是麻辣鲜香的 嗯 我已经在咽口水了 麻辣鲜香 听起来就很诱人 这个是排骨 我们打开这个 这是羊肉 哦 羊肉 这是排骨 哦 这是肥肠 这是肥肠 我看到了 里面是肥肠 对 万州格格主要有三种 除了麻辣鲜香的羊肉格格 另外还有浓香爽滑的肥肠格格 清香入味的排骨格格 这个地方格格是已经做好的 真的是做好的 我们要吃这个格格 我们要吃这个硬一点的 我们老板给我来个一种顺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一龙水 是银腻 才蒸起 就是刚刚蒸起来的 好 上去 然后这个肉是比较硬 然后叫着它是很有嚼劲的 哦 还有一个嚼劲的 对 这种都是说什么牙齿比较滑了 比方年轻的它什么意思 一龙水 一龙水也就是说 格格里的羊肉刚蒸到八分熟就端上桌 这样蒸出来的羊肉是脆生生的 别有风味 一龙水是菜单上没有的隐藏美食 一般是吃格格的熟客才会知道 在等待格格争执的时候 我们来到后厨 向店主了解一下 格格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羊肉有没有什么选择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叫哪个部分啊 其实我们的羊肉就是牛仔椒 最好是这个羊肉的这个前腿 前腿之后它的肉比较紧 还有它就有一点那个筋 我发现这个羊肉好像是已经腌制过的 是吧 对对对 有一些调料 是新的调料 有什么调料 哪些能说可以说一说 现在哪边了 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说 我还是要保密 这也是保密了 就是味道呢 是这个做餐饮最重要的了 就是嘛 调料是最重要的秘密 秘密 羊肉重要的是去除山尾 沈建建说 羊肉首先要在水里 漂起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加调料腌制去除山尾 腌制三到五个小时后 就可以做格格了 拿出腌制的羊肉继续加调料 首先放入生姜 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食用油 辣椒 花椒 白糖等其他调料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米粉 也就是大米末成的细粉 和肉的比例控制在一比五左右 这样蒸出的格格 口感会更加细腻 用土豆用垫底 土豆垫底 要垫在下面 然后再装肉的 是这样子的 好多就是用回肠 用的是红薯 现在养着就用土豆 这有什么区别 用土豆 因为那个肥上还有点甜味吧 甜味的一个红薯 在那里边就混味很濃很濃 就是羊肉还不能太甜 太甜它吃起来也不好吃 就是加着一个土豆在里面 就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隔壳下 它还有点小小的讲究 把土豆放好 接下来就要把肉装到格格里 其中的关键在于 掌握分量的同时 要在顶部预留器空 这样可以保证蒸汽流通 即使格格堆得很高的时候 位于顶部的格格也能蒸熟 那您教我一下 这个怎么摆 再把我先做个示范 给你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圈 我们放上去 这很简单 放上去一圈 我自己试一下 哇 这多还多了 多了吗 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确实多了 我把中间掏空一下 对 装了一个格格 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 可以 做格格一开始 比较难的就是 掌握分量 和保持羊肉形状不散 格格装好后 我们之前点的格格 已经蒸熟出锅了 上桌前 还要再加入一些调料 先放花椒面 那个倒香油 还要倒香油在上面 再放香菜 香菜 要葱花吗 葱花不要 葱花自肥肠 肥肠要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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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羊肉 我们尝一下 一笼水的羊肉格格 除了一笼水的羊肉格格 我们点的肥肠格格也正熟了 和羊肉格格不同 肥肠格格搭配的小菜 不是香菜 而是香葱 刘霞告诉我们 因为这家老店后来业务扩大 从临街的这个店面 穿过过道 在里面的楼里 还有一间更大一点的店面 由于正式饭店 客人很多 我们找了位置坐了下来 这个地方它有什么特色呢 因为我们这个格格 它都是属于我们的小吃 它都是比较贴近这什么工作呀 什么学习的 快餐 快餐 就是我们来了 就是端上这一格 吃完了就可以走 比较便捷 而且比较快速的 然后吃了 然后它就走 然后走了过后 它这个看着流水洗一下 你走了 然后我再来 那种感觉一样 因为格格方便快捷 很适合做中午的工作餐 后来流行开来 格格也就成为了 万州的代表美食之一 与杂酱面 烤鱼 一起被称为 万州的美食三角 不过我们先尝一下 分别这三种 先撒一撒一撒一撒 对 羊肉排骨和肥肠的味道 我们万州人一般最爱吃的 肥肠是羊肉 羊肉 好 那我们先尝一下羊肉 先撒上那种羊肉吧 太好了 夹这一块 这个块可能大一点 羊肉好 羊肉闻着辣椒味非常重 对 对 尝一下 特别好 没错 这个是肉口 又有一股什么 麻辣香香的感觉 你吃不到 你吃不了 吃不出了这个羊肉 这个香味吧 我觉得这个辣度刚刚好 完全不摔 对 是羊肉带筋的 对 还比较有嚼劲 格格要趁热吃 才能感受到那种鲜香溶落 在三种格格里 羊肉格格是最受欢迎 也是最为经典的一种 尝一下肥肠 整个肥肠是比较脆的 虽然蒸了很久 其实它是把肥肠越蒸越紧实的 咬起来很有嚼劲 味道就是麻辣 麻辣鲜香 这个形容很准确 非常好吃 相较于其他格格 排骨格格的调料 下得没有那么重 口味比较清淡 更突出排骨本身的味道 刘霞说 格格的搭配 有着食令季节的不同 夏天搭配南瓜绿豆汤 或者海带汤 冬天则是萝卜汤 因为我们的万州 它是属于长江 麻辣比较麻辣 少多重万州路过 那些商人 水手 对 商人 水手 他们都必须要进过这个码头 过来吃东西 它肯定是要讲究一个 最便宜的方式 那个时候的码头 所有的那种餐饮店 它都是门口摆放着这个 一个大锅 然后用那个蒸 很方便 然后用这个蒸走 就是这样一笼一笼蒸上的 然后南来北往的那个客人 吃这个东西 吃到格格 很快就可以再赶路了 就可以赶路了 据说格格已经有上千年的制作历史 后又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创新 从当年码头边 船工旅客充饥的快餐小吃 到如今成为万州的代表美食 格格始终是万州人 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大巴扇的磅礴 与长江的奔放 共同培育了万州这座城市的性格 它含蓄而又豪爽 古老而又生机勃勃